丑陋的伯爵夫人是比利时画家昆丁马西斯最广为大众所知的一幅肖像画 和其他的欧洲美女有画不同 这幅画里的伯爵夫人真的是很丑 丑到以为是哈利波特里面的奇幻生物 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完成于1513年左右 现在被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 伯爵夫人从帽子到衣服布料上的皱褶 手上的戒指手指头与指甲 均沉袭了法兰德斯传统画风 十分精致细腻 而他手上拿的鲜花则是求爱的象征 这幅画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加强整幅画的讽刺性 这幅画创作的灵感有可能是来自于达文西一系列的怪异脸孔素描作品 而达文西所创作的原作已经丢失了 另外昆丁马西斯还有一幅跟丑陋的伯爵夫人同样大小的作品 《一个老人》 这两幅画被认为有可能是一对 画中老人举起的手可能就是在拒绝伯爵夫人手中的小画 同时这幅画也是约翰坦尼尔所画 爱丽丝梦游先进出版插画中公爵夫人的原型